王必勝說一直做PCR也不會清零 有關於北農和環南市場的防疫政策 請問市府接下來的防疫作為有哪些 市長上午和王必勝開會談到非法移工篩檢接種疫苗 請問市長初步有什麼想法 他們應該歸類在哪一類的疫苗接種對象 因為我也跟王必勝執行長在討論一個問題 台灣目前超過5萬名 沒有生存證、沒有健保卡的移工 非法移工 這在整個不管是國安 甚至在防疫上它是一個黑洞 OK 那麼在全台灣超過5萬名 我相信在萬華地區有關的應該有幾千名 所以這些人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本來想說那是不是透過一種 比較地下聯絡系統讓他們出來打 不過也有人說合法的移工都還沒打 為什麼不合法移工就先打疫苗 當然有各種說法 不過anyway這5萬多名在目前台灣的防疫系統上 是一個黑洞 這要處理 這就是過去 這麼多年來不處理的問題 在這次防疫就變成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也有打過一些 現在連那些疫苗怎麼暴障都是問題 因為他也沒有健保卡也沒有身份證 所以那個打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打的 這個到時候還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專案處理一些的 但是這個全國要怎麼處理 這個中央要很嚴肅的去面對這個問題 超過5萬個沒有身份證也沒有健保卡 是啊 感谢观看